为了让学生有正确的网络使用观念 光华国小及新城国小两校 从本学期开始 导入小农夫VS小网红的课程 并到扶原农园来进行冒险王的闯关体验 以及行动论坛 小农夫小网红课程 虽然天空不作美 下去以来 仍然交不习大家与活动热情 主办单位青年共创发展协会 让所有来到这里的学生 在难得的校外教学活动里 安全冒险 好至少回答三样都会帮你们加分啊 好不好 来三二一 我看到了来 第三样好第三对加分 好 剩下两对呢你们还有机会 你们讲剩下他们没有讲过的 小朋友化身小农夫 参加实验农场 有种植迷迭香 薄荷 网豆丝瓜秋葵九层塔 等等的农作物 让小朋友认识环境作物 还能够透过网红的形态 来熟悉新媒体的运作 那你觉得哪里 哪个地方最好玩 我觉得是这个菜人很好玩 为什么 因为它让我认识了很多蔬菜的知识 能够善用新媒体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食农教育跟我们说的那个行销 其实都是未来小朋友会接触到的领域 那我们想说从小扎根 让他对这个土地是有情感 然后同时利用这个新媒体 让孩子知道说 他如果要成为一个网红 他怎么去兼顾到我们说的网络伦理 然后怎么用一些正当的方式 去行销他的产品 那所以今天的这个活动 就是让孩子 透过这个户外的食农教育的体验 然后加室内的那个新媒体的这个介绍 让他们就是对这两 这些领域都有一些初步的认识 光华国小张校长也表示 光华国小是个小而美的学校 新师生之间都非常熟悉 也鼓励孩子有梦做梦和竹梦 这些梦不只是成为医生 法官和高级公务员 也包含了日益新色的网红 网红已成为孩子心目中的梦幻职业 但是从来就没有人教导孩子 如何成为一个网红 也没有教导孩子 在成为网红过程当中 不靠操作 不靠划众取宠 不靠攻击他人 而导致许多孩子 就形成了偏差观念 只要有眼球 而忘了做人的本质 记者林杰 吉安湘采访报道